我们接着来继续吧 好 可以起来吧 完成了 可以聽得到嗎? 這個各位男同學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了 可以 好,你們說不清楚嗎? 有關一個家庭選 今天好像是第二次家庭選 最後結果今天會出來 對 那有些人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希望能夠一常處理 好,那你明天大概 明天如果沒有抬頭架的話 下午3點到5點之間 到我的特殊來 我們來討論看你的特殊的情況 希望能夠接受的是什麼的畢場處理 如果可以的話 你幫老師換你假牽 就這樣吧? 所以明天下午3點到5點 到我右邊就去 但是你不能說 你沒有什麼假牽 我先去錄 你所當然也會常處理的 需要更多的 那我的研究是在社科院 社1010-13-14 如果不清楚 網路上也有 我的研究是在社科院 1010-13-14 下午3點到5點 那如果有抬頭架呢? 那就是抬頭架之後的一天 星期三 那如果災情又很嚴重 然後從一天 又放一天 對不對? 那就星期三 也放啊 那就星期四 想要雨傘到5點 那當然 現在看起來應該不怎麼樣 所以我們假的一天 記住喔 明天下午3點到5點 還有不清楚的嗎? 因為每個人一具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是當指示度的設計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那種異常的情況 不是你自己想像異常就異常吧 好 好 還有沒有 不清楚的 好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 我們說歐洲國家呢 他們呢 在非常不實 的情況之下呢 又要安全 所以呢 在二次世界大戰 剛結束呢 這些小國就什麼 整合起來 稀緒 先什麼 在安全 經濟 社會 文化方面 那當然文化方面 我們要注意 文化方面 好 剛才講的第一 語言為例 那同樣的 請你們要注意看 我應該有注意到 我們上一堂的也有注意到過 很多意思蠻穩的英文化學的 我應該會注意到 他跑到比利時 去年初 比利時的法語區 對不對 表示他們在這 文化交流 很早就開始了 那 比利時的法語區呢 他在情感上各方面 跟法國也是蠻接近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應該也有注意到 為什麼 查理周刊的 大陸 知道 查理周刊的 這個 紅紅世界的這些 修首們 大家跑到比利時去抓 對不對 就是因為 你們那天也是幫你 一張 長期的 這個交流的結果 什麼 很多法國人 也在那個面書 對不對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他要比較熟悉法國 但是事實上 以利時的生活 所有的各方面 並不出場 所以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剛才講歐洲本身 接下來為什麼講 這邊講美國 你們注意看 也就是什麼 我們剛提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我們一直 因為我們倒下 美國這一點 所以我們一直到今天 可能在座很多公司 都還覺得 美國真的是 最厲害 好 但是事實上 如果美國真的最厲害的話 它那個時候 為什麼 願意把地球的一半 讓給俄羅斯呢 那給俄羅斯的蘇聯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 他的實力沒有強到 獨一獨二 對不對 所以當時是二分天下 那在二分了之後呢 其中蘇聯的影響力是快速的什麼 往外擴張的情況下 大家都提到 歐洲有可能什麼 蘇聯的影響力 往外擴張到東歐 接下來常去死路的什麼 就要進到西歐啊 看到沒有 那當然也有一派認為 蘇聯的實力應該沒有那麼強 只是主要注意看到沒有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是最後跑進來參戰的 對不對 美國不是一開始參戰啊 對不對 所以對於他們來講 美國就是來解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不是說 哦參戰了這麼多年以後 你把別多打敗 你還戰勝 你的實力沒有那麼強 看到沒有 所以你是最後人家都已經快不行了 跑進來是吧 來要分戰後的是吧 資源了 戰後 這個實力到底該怎麼化 誰拿哪裡 誰不拿哪裡 你最後幾天都還不進去的話 戰後沒有你說話的分了 對不對 那蘇聯是什麼啊 他對抗希特勒 對抗了這麼久 大概最後他有評估 他犧牲了上千萬人 所以他的歷史 地位 也就是說 對於對抗希特勒而言呢 他的什麼 貢獻是最大的 對不對 那當然後來二戰結束之後 美國和蘇聯和兩大集團 對立的情況之下 民主國家集團這邊 當然不願意承認蘇聯的產空間 那你貢獻最大的 你貢獻不影響最大 對不對 那大家不願意 現在對立嗎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影響力繼續往外擴大 的情況之下 就像老師剛剛講 東歐你也拿下 那接下來 你就要進西歐嗎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啊 那大家就說 好那叫德國人出立一線 你去打他 對不對 那你去打 老師剛剛講 你是不是也要給他武器啊 要給他糧食啊 他才能在前面幫大家打他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武器也多 那糧食呢 他來不及什麼 來不及成長 因為糧食種下去 不是明天就長好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戰後的什麼 重建還是什麼 當始動 還不是什麼 很有成果的時候 就馬上要對付什麼 蘇聯這個所謂的國際共法的勢力的什麼 敗數的往外破章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大家所先知的馬西亞人進化 也就是說 美國什麼 因為他那一餐 沒打幾天照 他就連餐生活啊 對不對 所以他接收了非常多的什麼 別人做事 別人犧牲結果成果 他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因為你們注意看 國際共產黨的勢力 在全世界擴散 甚至擴散到美國人物 所以他已經解到這個力量的什麼 是龐大 那如果說歐洲這個地方 西歐這邊在穩住的話呢 那整個歐洲就被什麼 莫斯克來了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提出什麼 我 馬歇爾 馬歇爾是當時二世界大陸的企業的朋友 那一個美國將軍 歐戰場當中 這個沒有問題的一個將軍的名字 說 欸 馬歇爾計劃 就是什麼 援助西歐國家 不管各個層面 糧食 軍事甚至什麼 戰獲存建 你看 戰獲存建 這過程是非常驚心的 但是每個人每天都要吃喝啊 如果這個時候沒有的話 那共產黨跑來跟你講說 他給你麵包 因為我們知道歐洲人吃的麵包 你曉得整個要攪拌 對不對 只要一天拔一個把麵包給你 你可能在裡面 你一家人都有 最起碼都有提過麵包給你吃嘛 對不對 那你是馬歇爾導向他啊 對不對 所以西歐內部什麼 都不許都有共產黨啊 所以這個時候再不來人主的話呢 美國本土都有可能什麼 都有美國共產黨的什麼 還是出現 那西歐這裡也有共產黨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馬歇爾計劃進來什麼 人主要協助這個西歐黨派出建 那當然 美國當時呢 他給的這個馬歇爾計劃 不限於修 公公演合的去盛行 那但是你還怕你公公 已經被什麼 共產黨的總項 控制去 好 你要求建 或是特定 看到沒有 好 所以我們就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當然 當時你也不得不收這個馬歇爾計劃 好 那但是 可以注意看 收了這個馬歇爾計劃 的確在修建方面什麼 可以加快進步 對不對 好 那但是 對於歐洲人來講 這個馬歇爾計劃 拿了一口 使得美國人對於西歐的影響 到今天什麼 都不叫馬歇爾 好 注意注意看 我們這邊是 不改錯了 我們這邊是非常清美 歐洲人 歐洲國家在一天前 不像是這個馬歇爾計劃 為什麼 那當然一方面 歐洲本土 他的文化 這個方面 都是西方文化 母文藝人的文化 對不對 而且再加上 我們之前講過 美國很多人 美國人 澳洲 西來人 歐洲人 在這裡 看得知道 民主間 要嗎 或是什麼 小波 要嗎 或是 看得知道 要嗎 或是什麼 就把刀刀刀判刑 你趕到澳洲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什麼 美國人 面對我 是一個表情 美國人 面對什麼 歐洲人 就是另外一個表情 這個表情的背後 當然寫清楚 誰優 誰勝 誰的文化女人 誰沒有文化 這關聯 所以 美國人 面對歐洲 基本上是非常 你說和善 寬人 Say hello 是沒問題的 那文化上 他也知道 是他的母園所在 美國白人的文化 不是說其他的白人文化 這個母園所在 但是 對不起 我美國已經是強權了 對不對 你歐洲是什麼 二戰結束之後 你已經知道 可以虛弄你 今天我來協助你 就是我的實力的解決 那但是 為什麼說 欸那難道歐洲人 都不是敢借嗎 你們今天要怎麼 還反美 或者是 最起碼 我們現在是 絕對無親的 對不對 對 你們可以注意到這個情況 大王覺得 多多人都不是感謝 我們一路歪歪了 人家可以 阿希爾是他 同意嗎 他沒有來 以今天的來看的話 沒有上照的 也也是好幾千億吧 以今天的例子來算 這麼遠足下去啊 因為你應該很難 接你國才對啊 對不對 對 怎麼搞的 難道歐洲人 都不是感謝啊 我自己也覺得 覺得歐洲人 為什麼 最起碼沒有曉得 還要他們親美啊 那這邊 我是新興國人 那當然相對於他們這個 古老的歐洲 美國是後勤的嘛 那除此之外呢 他在世界很多後勤的國家啊 你往這方面想 我是貴的 那他為什麼得以後勤啊 對著一個小洞 人家要是稿圓牧 我可以看似它 對著一個心裡 在世界的前術 還是一 treat 的女子 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有甚麼友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調味 然後 也可以說 什麼 你不要跑 那時候 你會拒絕 起 成為 一種大 感覺 可能 ации 所以我會做成功 這樣做 好 這位同學王子都幫他講是對的 那老師在補充點 剛才講說 美國他其實原來被英國掌握 那後來他自己發展起來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當然美國就陸陸續續大家認為 是一個崛起中國大國 那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那就是確立二分天下的一個大國 對不對 那為什麼歐洲國家拿了馬歇爾計畫 還是不感謝美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麼 除了文化上我是沒有母親 我高高在上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你二次世界大戰 你不僅是後綴以後才跑進來的之外 沒有助理看 老實這樣講 你蘇聯為什麼那麼快拿下紅毛呢 除了大家肚子餓 你說給我一個大天包 我當然拿下你之外 他也能給你聽說 因為我是那個人受不了 你給我電包 我當然支持你 這的確是一個鬥藥的原因 那為什麼紅軍可以那麼快地去到鬥藥裡面去呢 因為那蘇聯不是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對於歐洲有些人來講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我們知道美國雖然最後加起來 但是他和蘇聯幫是盟國嘛 對不對 和法國、英國都是盟國嘛 對不對 和德國、意大利、日本是頂對的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聖 你要來 你最後來參戰 你是要來協助大家 什麼 對抗蘇聯 而不是 對抗德國 還有對抗意大利的摩承利米啊 對不對 所以那你什麼 你如果真正什麼 是要協助我們的話呢 因為我們知道 可以注意看 希特勒最後跨 希特勒一開始是平衡成功的 最後跨是什麼 跨在他蘇聯莫斯科 慘敗 對不對 莫斯科寒冷的冬天 把他一波跨的 要不然 可以注意看 可以注意看嗎 歷史的發展是很有經驗的類似啊 哪不容易為什麼最後敗了 對啊 一樣啊 就是出兵莫斯科 也是被寒冷的冬天壘拖滑的嘛 而且你從法國 法國 或從德國 到了莫斯科那個地方 你這個產線拉的太長了 對不對 以我們今天的表達方式來講 你是應該用不快速百分部隊的嘛 那當然當時不是立體作戰 公軍啊什麼 沒有那麼強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也沒什麼快速反應部隊的概念嘛 對不對 就是打陸軍的打法 那但是打陸軍的打法 你戰線拖那麼長 對不對 好 那戰線經驗拖那麼長 其實我們也注意看 當時的希特勒還有之前的打破人 其實真的是也非常強 好 所以他們準備的各方面其實也是非常驚人的 好 所以戰線拉那麼長 就是我們後見之路才知道 他當時就知道啊 所以他也有把握過可以打贏啊 他才去打的嘛 對不對 但是寒冷的冬天 它們波狂 你可以注意看老師 寒冷的冬天 你不要一直講台灣的 莫斯科寒冷的冬天 大概基本上 零下司司徒也是小意思喔 零下司徒也是很涼快喔 那我們一定會看吧 你從小不是在這種地方 零下司徒都會陽性帶不起來 不會很痛啊 對不對 那好 那你知道 分析節嗎 那麼長 如果說 對於某國來講 先不用講德國 沒回答 對於某民軍來講 你美國 你要來解救大家的話 你應該去買一個套館 可以把派出拿下去的啦 蛤 蛤 德國那個時候 自己當然還是 不守得很強嘛 然後 那邊 一直 莫斯科 然後莫斯科 當然自己回到 不守得上去啦 對不對 所以 對 蛤 你覺得應該什麼 你 美軍你最後來的 不是比較不強壯嗎 好 那這邊 法國和北非 克布里諾斯科更遠 那這邊打什麼 但是俄國 治理本國很恐怖之外 他們去年限 什麼 去打莫斯科 這年限他都有 鼓鼓非常好 所以不要以為 希特勒因為輸了 大家都把他妖魔化 顯得好 很傻很笨 沒有吧 還有問題是很好的問題 對非常好 這叫希拉師 太常用場了 剛剛不是叫希拉出來幹什麼嗎 那沒用 那個沒用 其實要注意看 因為你戰線了 沒那麼長 德國本土也鋒庫的很好 所以什麼 你試著把它那麼長 才把它切斷 對不對 然後那一邊什麼 跟莫斯科版 那個什麼 把那一段枝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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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一段枝架給消滅掉 然後你美軍從希臘的地方上來以後 什麼 把那一段枝架給消滅掉 才是真正的什麼 協助大家擺益戰爭啊 不是嗎 你才會有所貢獻啊 對不對 結果他是從哪裡啊 大陸 對 好 好 我們以法國 就在這邊啊 德軍攻在前面 你看法國登陸 就在這邊啊 慢慢在那邊 進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看 那你是真的來這裡嗎 來這裡嗎 你還沒進到多了 我們同學應該可能有聽過 後來美國舞台 開那一段什麼 多慢地風路 還有可能有六月六日斷場時 是不是 哇 這樣 不過那個 現在是老師 大陸在那邊 想要看是對我的地方 大陸在那邊 就你從後面 在那麼大陸的地方 登陸也不曉得打誰 你去把法國人 法國人就是農國啊 法國人就是農國啊 那是主戰場在那邊啊 你抓到那邊幾個 西克的全頭像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如果說真正你要什麼 不僅拔垮德國 對不對 而且被戰勝 而不是產生的情況之下 一舉消滅德國 是不是就從希臘這邊 還是什麼 希臘這邊上去什麼 東歐 因為你從希臘上去 切上去的話 東歐西歐剛好分兩萬 對不對 那一段給莫斯科 把這邊德軍解決 那這一邊呢 西歐級馬國亞和美軍 可以把西歐德軍 全部拔垮掉 對不對 但是你去往路 那麼好遠的路 那麼慢的路 不痛不癢 去參戰嗎 但是也沒做事的事 對不對 好 那同學說 小安寶寺不可能沒做事啊 那好 的確做的一點是跟他剛剛講的 因為法國當時的確也不得過控制 對不對 四千支柱一點 一點德軍 對不對 然後什麼 給莫斯科什麼 反共有機會 因為他的確 他從洛曼尼登都以後 法國多少也是要 可以夠處理一下 對不對 那好 莫斯科什麼 多好多松維元氣 對不對 但是 有沒有看到沒有 也因為如此 莫斯科反共有機會 他的洪居住 還是進到洞洞來 對不對 要消滅洞洞這一邊的德軍 對不對 所以他什麼 他什麼 他順勢整個洪居住 已經進到洞洞來了 對不對 他不走啊 看到沒有 所以為什麼二戰結束之後 東歐那麼快 什麼 除了剛老師講的 你也包括問題之外 紅軍為什麼那麼快就可以 控制住東歐 就是你打開門 讓他進來啦 對不對 所以很多今天很多西歐國家的 不管是政界 學者各方面 他們其實什麼 把美國當時的意圖 看得分析得非常清楚 覺得什麼 其實你那個時候 就有在辦什麼 拆解歐洲的事情嗎 看到沒有 如果你當時直接就是在希臘這邊 上去登陸的話 你把坦幣主力拿出來 你這邊一登陸的話 兩邊什麼 左右兩邊大家連手把什麼 把德軍給毀滅掉之外呢 比莫斯科的軍隊還不是有什麼 當時的紅軍還不見得能夠掌控 對不對 因為每天你這樣上來 帶你的所有的盟軍的話 就等於說你左右什麼 同時進行的話 盟軍什麼 就了不起 是什麼 出莫斯科 到東歐十一兩的國家來 你大概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最主要是盟軍從西歐這邊上去 左右開口啊 就可以把德軍消滅啊 這很清楚的一條路 你走 你跑到莫曼兵去登陸 事實上就是了 那個時候就已經 龍手把東歐就死 已經是讓給莫斯科了 看到沒有 所以莫斯科他也可以在二戰結束之後 決定歐洲或全球次序的時候 他可以讓他善事啊 因為東歐也不在我手裡 我紅軍我不走啊 看到沒有 最主要是盟軍看到沒有 同樣的情況 可能壓倒其實也是一樣啊 然後大家說 好像把古丁罵 好像古丁多厚多厲害 其實是一樣的戰法 看到沒有 其實就是安撫啊 你只要發標 那安撫的樣子 看到沒有 這邊說你在實質上是 就是你在一早就在實踐歐洲啦 你根本也沒有打算讓歐洲在戰後什麼 又重新賺錢 你看賺錢 你就已經什麼啊 為戰後實踐歐洲買下福利了嗎 所以歐洲人到今天是忍上什麼啊 覺得你這個 你這個美國崛起的 不是靠你國有實力 所以真正比較有實力的 還是英國當實力 還是英國當實力 還是比較強的 還是英國當實力 還是比較強的 看到沒有 所以美國到今天 看到沒有 所以美國到今天 通常問題的時候 一開始很厲害 到最後快要失控的時候 所以他的記憶卡 或是歐洲的說法 大概什麼 也是實力的 所以歐洲人到今天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他竟然拿了那麼多 馬西爾計劃的錢 怎麼歐洲都不平靠起來 歐洲人是比較大 那大家可以說 從文化上他們比較多樂 就是美國白的文化的源頭 是我們歐洲人 對不對 就在文化上 在文化上我們就是 文化上 那再加上 這個 後來的馬產 所以大家注意看 這個就是後來 為了處理戰後重建 對抗國際共黨的勢力 滲透到什麼 歐洲內疆 西歐 因為東歐已經擋不住我們 對不對 西歐主義 好 好 整個不清楚呢 好 這一邊呢 注意看 具體的呢 也就是說他們終於歐洲火箱 建構歐洲詞彙 那這一邊呢 兩大錯誤 另一邊呢 就是 其中文大人 整合國為意大利啊 跟法西斯主義 保養藥 反對之外呢 接下來看到沒有 共產 那各位注意看 共產 共產 直到今天 為什麼老實說 全世界的年輕人 走上街後 要求的東西 其實共產主義的年輕人 我們都知道 好 所以各位注意看 共產主義 也不是蘇領法 你看 好 所以 是怎麼樣一個源頭呢 當然大家說是馬克思啊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 什麼 創造工業革命的力圖 它發展 經濟發展模式呢 基本上就是採取資本主義 對不對 那資本主義 我們說走到今天 大家非常欺騰 說一大堆肥貓 這些資本家 什麼的大家都在抵探 對不對 好 好 害著大家什麼 特別年輕人覺得 喔 可以去什麼東西 就可以資本家 好 要嗎 找不到工作 然後 要嗎 心腿派遞 來打斷馬克思的蝦 各位注意看 今天這個情況呢 其實什麼 從工業革命以來到今天 這中間已經好幾多的大家 百資本家 要求什麼 財物重新分配 找到他們拿出太多 不服務衣啦 這整個這幾百年下來 這個事情發生太多次 那今天呢 為什麼在全世界 大家寧願廢肥負 一樣的問題 但是走到今天呢 還沒有哪一個國家 提出來百分之百的 放租全世界都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 那但是在歷史上呢 你們注意看喔 為了解決這個工業革命以來 這個資本財產各方面分配 所以工業革命的情況之下呢 曾經出現 老師上課應該知道我 兩次什麼 或者是分別的解決辦法 第一個辦法呢 就是馬克思理主的部分 來解決資本主義 所以資本家全啊 讓國民階級 馬克非常少 不成平地的少 覺得被科學的感覺 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呢 那馬克思理主導過 好 那但是呢 馬克思理主導過 寫這麼多 對不對 最後靠貫徹的 來真正來貫徹這個 是誰 對 非常好 列明跟列明靠什麼來 工人還是啊 他們幹嘛啊 欸 長隊啊 工人啊 工民啊 工民啊 他們幹嘛啊 還是貨徹有問題啊 工人不是有貨徹的嗎 他有什麼問題啊 好 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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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什麼都沒啦 對不對 那你多分也沒啦 老闆也被搞死啦 對不對 好 所以可憐注意看 他這個可以講這一點 呃 也不能說完全不對 可憐注意看 的確資本主義出現狀況 後呢 馬克思提出來的 什麼共產主義 但是他畢竟只是行書嘛 資本論啊 對 有一些想法 那真正來推動的呢 是列明 好 我們在卡拉扎 也不注意列明 其實列明很夠什麼 又可以注意看 學者寫書啊 那是很期待 但是真要有貫徹呢 列明不是每個學者都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列明什麼 他來貫徹這個主張 那當然就是什麼 工人階級或農人 這相對於資本家來講 就是無產階級啊 那講的百話一點 就是求求他 對不對 那這些人要改變的話呢 要透過 那剛才可以講說 那好 那推翻資本家 那就是所謂的什麼 後來採用武力的 無產階級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 對於整個國家的制度 提出了新的一套辦法 就是什麼 計劃經濟 發給共產黨支撐 對不對 這是列明推出來的這一套 那這一套呢 在蘇聯貫徹 對不對 那也在全世界 大概半個地球 後來 有半個地球的國家 都在這一套 那另外一套呢 用和平的辦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德國的歷史邁 他有提出來的 社會福利的市場經濟 也就是說 沒有全盤狗幣的人 也沒有全盤狗幣的市場 都沒有 但是搭配政府的力量進去 一定程度上的什麼 制約市場 或者是防範市場失禮 同學切子 市場都崩潰 對不對 而且不只崩潰一次啊 對不對 從工業革命以來 甚至到今天先聽說 你看啊 我們之前幾年前 我們政府為什麼要發消費券 我們什麼意思要消費券 什麼意思要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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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發券 我們就花錢啊 今天想怎麼這麼好事啊 不就是因為市場崩潰了嗎 全世界的市場崩潰了啊 對不對 貨物產品的供應和什麼 需求失調了嘛 對不對 那供應已經吃到好的 怎麼辦 所以把消費券給他買 然後就把那些買給家的供應 對不對 讓那些供應的供應下去 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用和平的辦法 一個是用無敵的辦法 來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注意看 共產主義 從那個時候 它就漲通辦了一條 好 那一直到今天 我們要注意看 只要資本主義還在共產主義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不要以為 共產主義是什麼 隨著共黨 通貨共黨 國家瓦解 國度瓦解 沒有 你資本主義不瓦解 共產主義也不會瓦解 因為共產主義一直在什麼 處理 只是處理的 大家滿不滿意 就是什麼 所以這兩個什麼 反正會變成什麼 滿意 滿意滿意 所有的事 看到沒有 不是這個情況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你們看到沒有 那他們想要 可以翻過門 但是 所以看到沒有 名字是我們歐洲的什麼 父母的歸大和價值 那所以你們可以注意看 那走到今天 為什麼歐洲跟美金 走上街頭 又要這個 又要共產 看到沒有 就是這邊 這邊 漏談了一個資本主義 那情況之下 資源 有沒有合理 跟美的問題 對 那當然當時也無法注意 因為栽購物件 能夠趕快的 把他拿起來 因為不能要玩 他是不是先資本家 坐在前方 對不對 如果有幾個 一台的資本家 能夠換把一家 先把他拿起來 一些的話 你還非得改成他 顧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一開始 可能敢控制了幾個問題 看到沒有 資感說什麼 一個共產主義 來共產黨 這個理由 不是共產主義 來共產黨 看到沒有 也就是說 不允許 練 就是我可以做 我們共產黨的那種 正式運動 就是跑到我們 希望 看到沒有 這是在任務的時候 取得了什麼 他們的工資 好 今天聊到這個地方 也不是都不清楚了 歡迎 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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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